现阶段遇到蛋荒 想要买到鸡蛋不是很容易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关怀失智长辈 特地到位在信义区深奥坑路 由财团法人基督教研及恩典基金会 基隆新生美教会承接的信义区失智据点 捐赠300颗安心鸡蛋 给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的 全市六个失智据点的长辈们 共餐使用 帮失智长辈们补充营养 也请刚好会到各个失智据点的 市立医院护理师们 协助平均分送鸡蛋 到其他五个区的失智据点 希望借由教会 然后捐赠这些的鸡蛋 给这些我们失智的老人 当然我们也是感谢我们 卫生局我们的科长的协助 会借由他们的协助之下 再把这300颗的鸡蛋 分别送给这六个失智老人的单位 然后也希望这些长辈们 都可以借由鸡蛋来去补充营养 那未来秉俊的话 也会来持续来去关怀我们更多的这些失智长者 然后也期许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医疗的照护 然后也让很多的长者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信义区失智据点 基隆新生美教会牧师和主管单位卫生局保健科长 也代表六个失智据点的长辈们 回赠关于失智长辈的书籍 给市议员张炳君 更感谢他对失智长者的关心和爱心 那议员呢 他有这样子一个资源 我们非常的感谢 来给教会的这些的年长者 能够有机会一起能够来享用 我们非常的开心 其实呢 我也感觉到 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市长 大家长说 这个有爱的城市 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我们先看见有爱的一员 我相信教会也是有神的爱 神也愿意爱世人 所以今天来到教会 我们也欢迎喜快乐 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一个学习 有爱的付出的机会 也谢谢议员跟他的同仁们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非常的感激 谢谢 谢谢一座这边捐赠的 现在很夯的一个蛋的 这样一个给我们失智据点 那事实上我们时常在社区里面的活动 我们都鼓励我们的长辈 尤其是我们失智的长辈 都可以出来走走 所以在据点的长辈 听到今天有这样一个蛋的捐赠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那我们都知道政府的力量 是很有限的资源很有限 但是民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也多多益散 就是民间有任何的资源 都可以抑注到我们任何的 失智据点 或是我们在社区里面的 各样的长辈的活动 那今天再次谢谢一座的一个捐赠 让我们的长辈是又开心 又可以得到蛋白质这样子的营养 谢谢一座 张炳君也和正在上画画课程的长辈们 亲切打招呼 参观长辈们作画的情况 长辈们也非常感谢张炳君的爱心 送安心鸡蛋 为他们补充营养 也开心地和张炳君合影留念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